带鱼为什么有着年近百万的产量 对比动不动就几千上万的帝王蟹 带鱼可谓是平民海鲜中的天花板 它也凭借着亲民的价格 走进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 不管是红烧带鱼还是香榨带鱼 都让人们垂涎欲低 带鱼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它富含蛋白质和脂肪 带鱼的捕捞量也是常年占据榜首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海鲜 带鱼却有着年近百万的产量 它的价格又为什么如此低廉 捕捞不尽的背后又暗藏着什么样的危机 带鱼是一种深海鱼类 它广泛分布在我国各个海域 目前的技术并不能使人们人工养殖带鱼 只能通过远洋打捞 来让人们一饱口福 那为什么带鱼能禁得起人们这么多次的捕捞 这是因为带鱼那强大而又旺盛的繁殖力 带鱼每次产卵的数量高达三万克 它每年将近有五个月的时间都在产卵 由于带鱼生在深海 环境恶劣 它产卵期间也没有多少天敌 大部分的兽精卵都可以顺利产出带鱼 这些刚出生的鱼鸟也发育得很快 大约两年 它们也可以繁殖下一代 如此惊人的生长速度和繁殖速度 也是让其他鱼类望尘莫及 强大的繁殖能力 也让它的子孙后代遍布整个海洋 产量巨大 生长速度又快的带鱼 也深受渔民们的青睐 每年的捕捞量也高达百万吨 给渔民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 这个行业也涌入大批的人前来吸睛 这么繁荣的带鱼经济背后 又暗藏了什么样的隐患 是什么导致带鱼成为平民海鲜 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 带鱼由于生长快 产量大所以并不会像其他海鲜那样稀有 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供补应求 价格高昂的局面 带鱼属于深海域 它的种类繁多 广泛分布于我国各个海域 带鱼为了适应深海巨大的水压 它的体内会进化出一种负压 来平衡深海的水压 当带鱼被捞出水时 外界压力突然变响 而身体负压过大 就会让身体暴力从而死亡 这也减少了一大笔活域运输的成本 冷冻的带鱼也需要及时出售 因为放置时间过长 很容易变质 这也导致带鱼价格变得低廉 渔民直接将冷冻的带鱼 从港口运输到各大超市 减少了中间环节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买到便宜的带鱼 同时带鱼也是一种群居生物 它们成群结队的生活习性 也极大地方便渔民们的打捞 打捞成本也不会很高 那么人们又该如何挑选品质上乘的带鱼 要注意看鱼鳞的颜色 如果鱼鳞是银白色的 那就证明这条带鱼足够新鲜 如果带鱼的鳞片大量脱落下来 就表示这条带鱼放置时间过久 不太新鲜 还需要观察带鱼的眼睛 带鱼的眼睛如果是浑浊的 也表明它不太新鲜 不适合实用 新鲜的带鱼只会带有海鲜的腥味 并不会出现其他异味 如果闻起来有一股刺激性的臭味 这种带鱼很可能会出现腐败变质的问题 捕捞不尽的背后 又暗藏什么样的危机 每年产量超过百万的带鱼 也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 带鱼不是一项以数量多 生长速度快为优势 又怎么会濒临枯竭 带鱼每次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没 它的这种生活习性 市场需求大 捕捞成本低 吸引了大量的渔民出海捕捞带鱼 数量再多的带鱼 也经不起一波又一波的疯狂打捞 无节制的捕捞 也影响了带鱼种族的繁衍生息 带鱼的产量也正在逐年减少 带鱼产业也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怎么能够合理的开采带鱼资源 这个问题也引起多方关注 很多海运已经开始知道 鱼业资源衰竭的紧迫性 都开始实行禁语制度 来保护鱼业资源 管控渔民过度捕捞 让鱼业资源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也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人工养殖带鱼的身上 就目前的环境而言 人们无法模拟出带鱼生存的深海环境 人工养殖带鱼也成为了技术难题 想要恢复往日带鱼的数量 不能只依靠短暂的禁语期 更需要制定严格的保护措施 因为渔民们的过度捕捞 优小的鱼鸟也被一网打击 待遇繁殖生长的速度 远远跟不上人们打捞的速度 所以人们捕捞上来的待遇也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海洋的污染 全球气候的变暖 也为海洋生物的生存带来巨大的挑战 海洋资源也是有限的 如果只是一味的开发而不保护 那么任何资源都将枯竭 保护海洋生物 从你我做起